因为没有爱也假冒为善 实际的软弱需要 没有得到帮补 得到供应 从这个人犯罪以后 这个世界就充满一种文化 叫做什么文化 受伤的文化 受伤 各位 昨天EYF的时候 我也是讲这个信息 外民都受伤 各位有没有受伤 我没有受伤啊 我很平衡 我们受伤 你看这次美国的大选 你就知道美国人受伤 你马上一看就懂了 为什么大家把票给一个 从来没有执政过的 然后他的人格都是很质疑的 为什么人把票给他 大家都受伤 前任政府没有管我们的工作 没有管我们的各方面的benefit 什么东西 我管他什么人格怎样 他能够给我我要的 我就OK了 各位了解吗 这个是受伤了 什么叫受伤 当你只有想你的感受 把你的感受绝对化 把你的看法绝对化 这个叫受伤 原来曾经借着这个Puritans 他们来到美国 他们把基督的文化 用基督的福音文化来建立国度 所以美国曾经是这样 对不对 他们做什么东西都是想到 为了整个的社会 连他们的electoral system 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们如果去读 他们的electoral system 全部都是为了所有的人 甚至minority能够被照顾到的 来这样设立的东西 甚至他们国家的policy foreign policy 都是为了要世界整个和平 这个是一种基督福音文化的东西 但是当人受伤之后 只有管我了 当一个教会受伤的时候 只有管我们的教会 我们不出去 我们只有管 我们的需要能够被满足 我们的软弱能够被担当 所以每一个人自我起来 受伤的文化 会真的很受伤 有时候 然后各位受伤的时候 各位受伤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就开始结档 结档 你跟我之间画一条线 你复兴 就是等于我退步 所以好像变成这样了 画一条线 受伤的时候 开始就会有比较 受伤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讲别人的闲话 所以教会里面 讲闲话的很多 对不对 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作风 不喜欢他的做法 如果没有受伤 受伤是什么文化 各位没有受伤的文化是什么文化 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文化 什么叫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文化是恩典的文化 从神那个地方有无穷之恩 所以你领受到这个恩典 越多的人 反而是越不骄傲 越谦卑 反而是越给出去 但是受伤的文化是 我得到多 然后我就看清你 对不对 我好 我能 我就看为什么你不能 对不对 这个教师其实是受伤来的 但是天国的文化是很奇妙的 天国文化是跟这个人性的逻辑 有点相反 各位将来再添加 你们可以想 我每次讲这句话 将来再添加 我们都有一个冠冕极大的差距的时候 我们不会妒忌的 为什么 在添加的时候 如果我的冠冕多 那个就是我靠近神 看到祂的荣耀 也反射出神的荣耀 我的心是怎样 我的心是 主啊 这都是恩典 我这个罪人 怎么能够得到 这样蒙恩的这个冠冕 能够有这样的爱心 能够服侍你的教 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看清 比我恩典小 也不会因 神给我多 然后我就要欺负下面 不会这个 下面的人 不会妒忌我 为什么不会妒忌 恩典少的人 因为他们要看到神的话很远 所以透过你在神 跟祂中间 散发出的那个光芒荣耀 祂能够尝得到 能够看得到 所以祂因你会感恩 所以在天家里面 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文化 国度的文化 但是你说那个是在天家里 我们今天现在在地上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 所以在地上 你要怎么把天上活出来 罗马师就讲了 你们刚强的人 你们要单待软弱的 对不对 尤其是越刚强 越有信心 越有恩赐的 扶持他 扶他 不堪想他 扶持他 扶持他 一生也扶持他 这样做 这是第一点 所以教会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个弟兄姐妹 他又软弱的话 弟兄姐妹 你是怎样 问 你有多少爱心 能够使他 他的 可能这样的丑陋 是因为他的伤害过去来的 能够使他的这个心 得到安舒 得到解放 释放 问 这个东西 单待他 实际的做出来 然后第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在地上 把国度恩典的文化 带出来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牧师 一定要离开你们 一定要宣教 我们教会也 不是说 一千个人的教会很大 为什么 牧师一年里面 三次这样 一直走 那教会有些弟兄姐妹 没有被照顾 有些要处理 很多东西 但是我跟你们说 如果我不走 我不把这个爱分出去 你们就不会明白爱了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当你没有把爱分出去 你没有办法 那所有的人 你看我 我看你 每个礼拜都是看来看去 对不对 牧师讲道很好听 讲完之后 大家吃饭 多么好 然后下个礼拜 再来吃饭 这样继续维持到什么 那个感觉很好 维持到有一天 有事情发生 然后就散了 这是会发生 这个叫人性 这个叫人性 所以你宁可有挑战 甚至弟兄姐妹 你们跟牧师去的时候 有一天你看到 原来 我活在这样 舒服的国家干什么 我活在这样 这样文明的社会干什么 你看的时候 你去中国看一下 你看那边的国情 你看那个火车站的文化 每个人挤 每个人冲 每个人打 就是落入墙石 对不对 那种文化 然后你说 这样的情况 还好我不住在中国 兄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向中国人传 所以你要传 把那个福音传出去 然后你看到 有人改变 有教会建立起来 有一种新的文化 虽然整个国家 是有堕落整个的现象 但是有蒙恩的文化 国度的文化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感谢主 这就是神筷牌我们 要做的东西来的 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看到之后 会发现 当你做了这样的事 为这样的人祷告 其实你自己小小的 家里面的什么事情 孩子不听话的事情 放一边 我为什么这次 带着家人 我每年带着师母去 宣教现场 其实重要的理由是 他能够感触到 我所感触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 是你没有看到 你不能感触到 我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个新加坡社会 是一个实力主义社会来的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 You are there 实力主义 所以看的是实力 所以你不可以make it That's it 这个世界赶不上 所以他们太舒服 我觉得 所以有时候 我跟我自己说 带着他们宣教着 火车一个一个这样坐 人这样接触 你说你不喜欢华语 你看 这么多蒙恩的人都是讲华语 这个世界最多的人是讲华语的 所以比如这样讲 所以他们看了 接触了 他们才能够有异象 不然很难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你们要养育 你们的孩子 或者你要培养一个门徒 你要怎么做 你讲完道之后 你要带他们去看 带他们去接触 甚至你尝试要帮助的时候 失败更好 这样你知道多难 对不对 你要给人钱容易 但是你要帮助人 从那个罪性带过来 对不对 得释放拯救出来 这是不容易的东西来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主给我们恩典的文化 Kingdom Culture